大家好,我是斯蒂芬 我们在前面几节课中学习了我们的客户端和服务器 它的编程模型是怎样的 那么我们对于客户端和服务器 我们分析了它的三次握手和四次挥手 也就是在我们的数据发送之前和之后 他们都干了什么 那么接下来在这节课中 对我们的TCP编程模型中的一些编程的基础知识 做一些收拟 当然对于其他的协议的编程也是通用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逆子 从代码中 我们来看这个Port 那么我现在在这里用了一个H2NS 通过我的这个主机自己去把它转换成网络自己去 那么这个转换是不是必要的呢 假如我们把它删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网络字节序 它究竟是怎么样的 那么现在把它删掉 然后再编译一下 看看这是我们的TCP server 好的我们运行 好的那我们启动了服务器之后 我们现在 Warshock抓包 打开 那么我们现在要抓的是 TCP 点Port 等于 8888 看看我们现在的报文还是不是8888 那么继续用Windows的这个Tinet工具 192.168.108 8888 好的 那我们看到了 当我的TCP 当我的客户端Tinet去连接我的服务器 也就是给他发一个SYN请求的时候 那么我的服务器 这边呢 他给我回了一个复位的这样一个ACK 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没有这样一个进程 使用这个端口给你 这是他的TCP IP协议站给我回的 那么我这边呢 又会重发 这就是TCP的超时重传机制 那么 我们来看看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 这个服务器代码 将它改成8888 它是连接不上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恢复 注意我们的代码只改了这样一个地方 好 那么当然恢复了之后继续编译 启动 那么呢Tinet也就是说去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好的 看到没有 现在已经表示连接成功 对不对 我发了一个SYN 然后我的服务器给我回了一个SYN ACK 然后有个连接 然后我们的数据已经传输OK了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网络字节序啊 通过我们这个H2NS转换之后的这个字节序 它已经是变成了网络字节序 那通常为什么会这样呢 通常在我们的网络服务器中 在我们的网络传输的过程中 它的字节排序 就每个字节 每个字节的顺序 它都是会变成我们的网络字节序来发送出去 那么这个网络字节序和大端字节序 小端字节序的关系 大家可以自己搞明白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程序来进行测试 就比如说你搞一个联合体 里面有一个short内型 然后搞两个chart内型 当给short内型复制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chart内型 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的读取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端和小端模式是怎样的 可以测试我们的主机的大端小端字节序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网络字节序之后 我们来看看套些字地址结构 通常在我们的网络编程里面 这个地址结构是有很多种表示方法的 因为它的协议组不同 比如说IPv4和IPv6的地址表示方法就不一样 那么我们之前在这里说的是一个 这样一个地址 通过这样一个红来表示 是我们当前计算机里面所有接口的网络地址 它这个红的值实际上是0 通常我们的服务器到达内核 我们的应用进程通知内核之后 内核会对我们的IP地址进行设置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来给它设置 比如说我想要固定一个IP地址 就不想用这个in-adjust any这样一个红了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导图 我们的地址转换函数有几种 一种是in-netadjust 这是非常老的一种 然后还有一种in-neta2n 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字符串转换成我们的network 也就是网络字节序的IP地址 我们还有一个更新的函数 那么现在应该介绍 这是转换函数 那么地址结构呢 先看一下地址结构 它在通用的地址结构中有一个 sock address这样一个地址结构 那么在通常的复值中 在我们的函数降用中 比如说bind 比如说accept 比如说我们的connect函数 它都会需要这样一个通用地址结构的指针 送给我们的内核 然后还会给它负一个地址长度 这主要是为了区分我们不同的协议 而采取的一种比较折中的办法 那么对于我们的IPv4和IPv6的地址 我们的通用地址协议它是怎样的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通用地址结构 刚刚已经介绍了 同样的在第一个成员的话 它是一个指定我们协议组的这样一个成员 那么对于IPv4和IPv6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我现在想说明的一点就是 那么在我们刚刚以及之前的课程中 学习到的编程所用的都是IPv4的协议 而不是IPv6 在我们的IPv4中我们又见到了这样一个结构 sockdrain 那么通常它们不同的协议组 表示地址的方法 都是有这样一个sockdrain的前缀 然后再在后面加一个in 或者是我们的IPv6加一个in 通过这样一个区分的方式 来区分不同的协议地址 对于我们编程来说 那么它们通用的有什么呢 一个就是我们的协议组号第一个成员 那么接下来肯定是有port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地址结构呢 我们主要说一说它们的区别 像我们在这个IPv4的地址结构中 它是一个长整形的这样一个变量 那么在我们的IPv6中就不一样了 在我们的IPv6中就不一样了 这里应该是6 应该是6 那么在我们这里呢 可以看到它这里有16个字节 而我们的IPv4的地址 它却只是一个长整形的数 这是最主要的区别 然后IPv6还表明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 表明了一些其他的信息 那么接下来呢 熟悉了这个地址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网络编程中 主要用到的地址结构 就是这些 那么看到了 通常我们表示IPv4的地址的方式 是点分实进制的表示方法 点分实进制的表示方法 也就是说比如说192.168.1.1 它是一个字符串 它是一个字符串的形式 那么我们现在要将它转换成网络自己去 通常有这些函数 那么通过代码来演示 我就不一一敲了 不一一敲了 那么在我们这里呢 我们的地址怎么表示 好 把我们之前的indreadany 干掉 那么我们这个长整形 它存的是一个网络自己去的地址 我们用最原始的 通过这个地址转换方法 来将我们的192.198.1.1 来转换成网络地址 然后将我们的这个地址打印出来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存到一个变量 把这个值打印出来 那么可以来试一下 关掉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就已经打印出来了 网络自己去 好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同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 去调调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函数 A图文 那么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的区别其实只是一个传行参的不一样 传行参的不一样 它这里有两个行参 它这里有两个行参 那么一样呢 我们可以编译 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写测试代码 来熟悉我们的这个网络编程的一些地址函数 就这个区别 那么第三个也是通常用的最多的 我们前面两个函数 它都只是针对于IPv4的这样一个地址来进行转换 只是针对于IPv4的这样一个地址 那么对于我们的ENET 它可以做到与协议相关 就比如说可以转换我的IPv6的 也可以转换我的IPv4的 通常我们在写代码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完善 对不对 那么刚开始呢我们只需要转换我们的IPv4的地址 后来IPv4的地址结构又不够用了 那又有了IPv6的地址结构 那么呢代码需要迁移 对不对 所以就有了一个这样协议相关的这样一个接口 我们也可以将它封装成一个IPv4的转换 IPv6的转换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呢 第一个参数表示我们的Family协议组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字符串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存的地址结构 那么它呢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这样一个地址结构 它转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址结构呢 就是这样一个地址结构 音乐转 这样一个地址结构 好的 那么同样的可以编译一下 它也会将我们的地址打印成这样一个 网络字节序的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呢我们可以探在它 这个就不需要多的演示 不需要多的演示 那么现在我们就已经熟悉了 这几这几点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值的传进方式 那么通常有没有在我们的代码中发现 我们传进去的地址结构 都是指针形式的 而且有的长度传的是指针 有的长度传的是一个整形 比如说band 它传的就是一个长度 在我们这里呢 它就是通过我们的内核传进到我们的进程 通过我们的进程传进到我们的内核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从我们的内核传进到我们的进程 比如说accept 它就是通过我们的内核 将我们的地址传到我们的进程 然后通过我们的指针去存取它 那有的同学就问了 为什么不直接用结构呢 很明显我占的空间不一样 对不对 我在我的这个函数的这个形成这个 占里面 如果用指针它只占四个字节 如果用我的结构 它就要占我这个nence 要占这么长对不对 这是对空间的浪费 这是对空间的浪费 在我们签试里面空间 是很珍贵的 是空间是很珍贵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涉及到的 几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一个是网络字节序 它必须变成网络字节序 才能在网络上正确的传输 不懂的主机字节序之间 它才能够正常的解析 正常的解析 还有我们的地址 我们的地址结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值的传递方式 一个是从内核传接到进程 一个是从进程传接到内核 那么从进程传接到内核 有这个bind connect 我要传到内核去 是吧 还有一个send2 我们的send2 是在UDP编程的时候会设计的 那么从我们的内核传接到我们的进程 一个是accept 一个是reserve from 这也是我们的UDP编程里面的一个 接收数据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还有getsockname 也就是去获取我当前的这个 当前套节字的这样一个地址结构 就是我当前主机 不管是服务器还是客户端 我都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来获取我的地址 端口等等信息 这个是getpearname 是获取对端的 也就是我建立链接之后的客户 或者是服务器的这样一个地址 好的 那么我们在下节课中就会对这个 对我们在时间服务 这个客户与服务器中涉及到的一些 系统函数做一个梳理 做一个梳理更详细的去了解 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去运用 对不对 那这节课先讲到这里